我们的同仁,先默哀一分钟 一早的记者会,台南市长黄伟哲带着所有人低头默哀 现场气氛沉重,虽然破案,却痛失两位优秀原警 案件侦破,所有办案同仁,所有警察同仁,心中没有一丝的喜悦 因为毕竟我们失去了两位英勇优秀的年轻原警 曹瑞杰的叔叔深夜脸书发文悼念,表示他非常的孝顺和贴心 当初念警校,也是想帮忙家庭经济负担 表示,今天的你特别不尊重我,竟然躺在病床叫你不应,推你不回 心痛到纠结说不出话来,最后表示,曹家一直以你为荣 图名城的警装好友也发文悼念,同学可以下班了,一路好走 表示他总是寝室最早起床的,却又不厌其烦叫最爱赖床的他起床 是朴实的帮助大家的角色 下午行政院长苏贞超,内政部长徐国勇到台南第三分局了解案情,并未问原警 总统蔡英文也南下前往殡仪馆致哀,待了近三十分钟才离去,对媒体提问没有回应 我早会家属会用警戒指用条例说法啊 家属有表达什么意愿吗 新唐人亚太电视,水晶旺,曾一豪,郝永如,台湾台南报导 就知道了解案情,并未问人亚太电视,大夫人亚太电视,大夫人亚太电视